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此下,成年人通过购买拼装玩具既能达到释放压力的需要 同时也满足了资深收藏,展示产品的需求 目前拼装套装玩具的市场状况如何 根据Sircanner,数据表示 2022年全球玩具销售额达1074亿美元 比2021年增长1.5% 自2017年以来的5年间 全球玩具市场的复合年增长预为3.5%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里 全球拼装玩具市场规模为127.2亿美元 预计2023年至2030年 将以6.6%的年幅和年增长率增长 阿米甚至也将其纳入到能帮助大中华区卖家热销 实现全年增长趋势高和年末节假日爆发式增长的玩具类别 品牌套装类的玩具前景如此广阔 那还有哪些趋势值得留意呢 其一,在产品类别上 Grant Research数据显示 2022年,金木和金木细分市场就贡献了最大的收入份额 整建筑玩具行业收入的57%以上 该细分市场的稳定增长 可归因于家长们让孩子们更长时间的接触玩具 此外,制造商们也在不断创新玩具套装 包括更新设计,复制现实生活场景 例如,2022年3月 乐高就推出了一款名为Depney Home的新产品 这是乐高第一位拼搭大师 预计从2023年到2030年 Think Toys细分市场将于7.6%的年幅和年增长率增长 Think Toys属于肤能一直进入 能够培养小朋友的首富肌肉粒粒粒粒 灵活性和协调性 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 此外,人们对儿童力量的操纵 招握和协调意识的不断提高 并即将加速Fink Toys市场的增长 其二,在材料选择上也出现了新的趋势 Brand Research数据显示 到2022年,聚合物细分市场 贡献了最大的收入份额 占全球装玩具市场的36%以上 在聚合物中,聚品新 由于其优异的弹性和韧性 越来越多的用于拼装玩具市场 其三,在区域上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幼儿园 越来越多的使用金屋和拼搭玩具 来作为教育物品 以及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人员 和儿童心理学家 也使用拼装玩具来分析孩子的认知技能 美国拼搭玩具市场 预计将受到学校、教育中心 一波的需求推动 其次,FA官方也表示 对于中国卖家来说 不管是拼装玩具 还是其他类型的玩具产品 更多的要赋予设计初心 例如伴税、学习生活技能 陪伴、兴趣培养、过程体验等 与此同时 也要重点关注版权问题 就在8月初 为谋取非法利益 国内一犯罪团伙 在未经恶高公司许可的情况下 开设公司、仿冒产品 涉案金额高达11亿元 最终被判以侵犯著作权罪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